再過了幾星期就到了聖誕節 相信這段期間大家都會買禮物給自己重要的人 但頭痕的位置就來了 我相信很多女士們都未必知道自己另一半喜歡什麼 在這段影片我會跟大家說說 我們作為Gadget Lovers 一個喜歡電子產品、喜歡科技的人 今我聖誕最想收到什麼禮物 如果你是迷途中的女觀眾 很簡單,看著影片照單執藥 看看有什麼適合自己的男朋友 如果你是我平時的男朋友 跟上年一樣,你就知道自己傳給自己的女朋友 我不管你們了 好,開始 先把事件聲明 今次這段影片說的產品 有些之前是贊助我的頻道 有些是廠商傳過來 有些是我自己買或者用了這麼多年科技產品的心得 不過沒有任何廠商要求過他們的產品 要出現在我的影片 總之在這段影片出現的 跟上年都一樣 人頭擔保 Feguratively Speaking 不過這次影片是有贊助的 而他們就是Add No More Add No More是一間叫Dextech 香港startup設計的project 這間startup是由幾個 內置不同背景的年輕人所創立 而他們這個Add No More 就是一個可以幫你檢查一下 自己知道有沒有被外洩的服務 我們近年來經常聽到 某某某公司的用戶資料被外洩 但其實我們很少有途徑 去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就是受害者 所以Add No More就幫到手了 只要輸入你的email address Add No More就可以30秒內 發出一份資料外洩報告給你 讓你知道自己的個人資料 有沒有已經在黑客網絡中流傳 Report其實是很容易看的 它會被一個資料外洩評級你 如果你的email address 沒有被外洩過的話 就有A0 很普通的 但如果你的email是有事的話 它很詳細地跟你說 是什麼服務 外洩了你哪一樣資料 所以你可以因應這些資料 都可以改回你的username 或者Password等等 至於你2022年前 按進下面的description的link 就可以免費得到這個Report 沒錯 The Internet is a messy place 難得地香港還有這些年輕人 或者這些公司 想幫大家安心放心上網 Hello 感謝Add No More 贊助今次的影片 就是我這些sponsor的support 我才可以繼續拍多影片給大家看 在香港做Tech Startup 做Tech YouTuber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大家按進下面的link 用下它的service 喜歡的話給它一些意見 可以支援本地TES Startup之餘 又可以支持我的channel 繼續營運 可樂而不為 好 我們來了 我接下來要說的產品 其實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就是 我覺得2020年當今世代 必須要用到 每天都會用到 很常用 很重要的器材 所以如果你買這些做禮物 其實怎樣都一定會有用 但你有個風險就是 可能那個人已經有這些產品了 第二類就是一些 正常無事無故 不會特別去購買的 但收到會很開心的產品 你一會聽聽就會知道 好 我們第一類 第一類是一些 essential產品 最多人最多人覆的就是 True Wireless耳機 即是真無線耳機 今年收到一位試過一大堆 不同廠商的藍牙耳機 但陪伴在我左右的只有兩隻而已 第一隻就是Sony WF-1000XM4 很嚴重的名字 但是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第二個就是Jabra 85T 首先說了Sony那隻 Sony那隻 如果你想要最好的ANC表現 以及最好的音色 在傳輸的Data Rate 其實Sony那隻是 這是我覺得市場上最好的藍牙耳機 以整個package來說 因為它的物理感做得很好 第一 第二就是它的ANC效能做得很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可以將 Over-EarANC耳機的效果 做到Earbuds 第三就是它的音質 因為它是支援一個 L-Jet Wireless的藍牙傳輸 它就可以傳輸到一些 很高Data Rate的信號去到耳機 現在很多不同的Streaming Service 都開始推出它無損的Tier 那隻Sony WF-1000XM4 我覺得是不錯的 唯一不好處是它其實偏貴 我不知道現在是多少錢 可能現在便宜了 但是它是一隻偏貴的耳機 但我覺得它是值這個價錢 第二隻就是Jabra Elite 85T 為什麼會到老年尾都還陪伴我左右 就是它的舒適感 是我試過這麼多隻入耳式耳機來說最好的 它是一隻入耳式耳機 有ANC 但是你戴起來的感覺 你覺得很空氣感 我不懂怎樣形容 其實大部份耳機你戴進去之後 你都很感覺到 有東西塞進你的耳朵 有東西壓住你的耳窩 但這隻我不知道怎樣做到 是不會的 它前排出了新一代的 就是Elite 7 Pro 那隻我之後會再說 但是暫時來說 圍繞著在我身邊兩部 兩部的 Tru Wireless耳機 就是Sony WF-1000XM4 以及Jabra Elite 85T 這兩個都是Android用家的一個推薦 但如果你是iPhone的話 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Apple Pro 因為說Connection方面 說Features 是Apple Pro的Integration 和iPhone的Integration最好 我沒什麼可以再說 如果是iPhone的話就是Apple Pro 如果是Android的話就是這兩款 好, moving on 第二樣多人問的就是手機殼 手機殼我自己其實不太常用 我測試的任何一隻Android機 現在測試Pixel 6 Pro 我都不會用手機殼 但我唯一會用手機殼的一部手機 就是iPhone 13 Pro Max 手機殼我有兩個牌子推薦 第一個牌子就是Castify Castify的Disclaimer 之前是sponsor過我這個頻道 但他們沒有sponsor這部影片 也不知道我要會出這部影片 所以大家放心 Castify的Case 第一件事 它有很多款式 它有很多不同印花、不同圖案 你可以自訂不同印花、不同圖案 或者寫一些黑字上去 第二個好的地方 就是以它的厚薄度 以及以它的Case的大小來說 它Offer的保護是挺足夠的 挺多的 市場上有沒有硬硬的Case 一定有的 但那些Case通常是 你一看下去就知道 是一些很強硬、強硬、強悍的Case 但Castify的Case 它的平衡、設計及保護 是平衡得不錯的 我覺得 第二個牌子就是這個 Grams 28 Grams 28 今次是我第一次用它們的手機殼 它只有出iPhone的皮套 因為它們本身是一家貨店 它們推出很多不同的貨品 我之前也有用過Apple的貨品 Apple的貨品 皮的質感是沒有Grams 28的質感那麼好 因為Grams 28的皮是用意大利的皮 而且它聞起來是很好聞的 Apple的那隻聞起來是有很奇怪的味道 但這個Grams 28是一個很高質的皮套 好 下一樣是Mouse Mouse 也是一個我可以很快說的產品 因為我只用一個牌子的Mouse 就是Logitech 我現在用的就是Logitech的MX Master 3 我用了Logitech MX系列的Mouse 已經很多年了 我大學已經開始用 其實已經用了五、六年了 我是幾乎每一代都買的 除了MX Master 2之外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這隻MX Master 是因為Economics 即是它的設計很適合手型 而且它有這件東西 它有Thumb View 對於一個剪片的人來說 這個Thumb View和適合手型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可以100%推薦的一隻Mouse 好 下一樣是Keyboard 如果是Keyboard的話 我自己就用Logitech G913 其實很老實講 一開始我沒有預期過自己會這麼喜歡這個G913 因為它是一個for gaming的Keyboard 我自己不玩遊戲 所以一開始就沒有什麼好感 但是我用過這隻之後 我就發現這個手感和打字感 是比MX Master 3好很多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Keyboard 好 我就開始進入第二個Category 就是自己平時不會特別想去買 但是收到會很開心的產品 第一件就是Nanolive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或者你有看我的IG Story 或者你也知道 我是極度偏心Nanolive這家公司 你看到後面又有一個Nanolive 然後我又有生產品Nanolive Lies 我之外有一個Nanolive element 其實它實際上有什麼用呢 其實用途是不大 因為它最主要是裝飾 但是有了它之後 你放在家裡 或者放在自己的書桌上 會令到你的area生息不少 你看著它心情會好很多 而這件事我覺得 比起它有什麼用途更加重要 第二個我推介大家考慮一下的 就是一些Smart Speaker 就是Apple的HomePod Mini Google的Google Home 現在叫Next Audio 那些Speaker是不是很有用 其實老實說又真的不是很有用 你又不可以到處帶出去 好像藍牙喇叭一樣 但是你用慣了 你又是突然間沒有了 會很不開心的產品 我自己用了Google Home Mini 用了很久 其實我最主要用它 是偶爾播一下歌 然後控制一下Smart Lighting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我會叫大家考慮一下 這一類產品呢 原因就是因為它不是太貴 我記得HomePod Mini好像800多元 然後Nest Audio 就是新的Nest Audio Mini 我想1000元或者1000元以下 但是你買完之後收到那個人 如果是我們這些喜歡電子產品的人 會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有一種新的玩具玩 而那個玩具是自己不會買的 好 下一樣 下一樣呢 雖然只有1票而已 但是我也覺得是一個挺好的idea 就是Oculus Quest 2 Oculus Quest 2是一個VR的Google 這一類產品是一些很好玩 對於我們來說是一些很好玩的玩具 如果你男朋友已經有我前面所說的什麼 Smart Watch Keyboard Mouse 耳機 你真的不知道可以再買什麼給他 那就是Oculus Quest 2 因為它的價錢又不是真的很貴 以VR哥哥來說 好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這次是一條很輕鬆 很純吹水的一條影片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如果你有什麼禮物的推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說下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就記得Like這條影片 不喜歡的話 我建議你重新再看一次 在這裡預祝大家聖誕快樂 我是Anson 你可以在Instagram 是AnsonGentX找到我的 我們下次見